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特别的 特别的单纯的一个人 我很喜欢这么单纯的人的 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少 我认识的像他这么单纯的 他跟王妃都是同样的单纯的人 如果说娱乐圈中哪一对恋人 最能够体现爱情二字 或许没有比谢霆锋和王妃之间的风妃恋 更适合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风妃的故事始于21世纪的开端 在梁朝伟举办花样年华 《嘎纳电影节》获奖清宫会上 王妃牵着谢霆锋的手出现在清宫宴上 清宫宴会上呢 两个人举止行为亲密有加 引起了众多娱乐记者的兴趣 清宫宴结束以后 两个人不顾现场阻拦的记者牵手离去 这一画面被媒体拍到 饱足了下来 形容为世纪牵手 风妃恋正式登场 一个是一线女歌手 另一个是顶流爱豆 按道理说应该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可是11岁的年龄差 让这一段姐弟恋备受质疑 结果也如大家所见 这一段拥有着11岁年龄差的姐弟恋情 并没有顺利地进行下去 二人分分合合许多次 终于在2004年的时候 王妃公开了与李亚鹏的恋人关系 而第二年 谢霆锋和张博之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本来很多人都是非常看好张博之和谢霆锋的 这对明星夫妻呢 然而现实生活中还是很残酷 直到张博之和陈冠希的事件发生以后 让广大网友也是大为震惊 当时随着事件的发酵 大家开始担心起张博之和谢霆锋的婚姻状况 果不其然就像广大网友想象的那样 张博之和谢霆锋之间的感情就破裂了 两个人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安爱了 两个人也从此分道扬镳 自从和张博之离婚以后 谢霆锋兜兜兜转转 在机缘巧合下呢 又和王妃就情复燃 两个人低调复合 却轰动了全网 毕竟双方在娱乐圈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对于各自经历了婚姻以后 还能够潇洒的大胆恋爱 这个勇气一般人很难做到 风飞恋的公开交到网友非议的挺多 有人觉得谢霆锋和王妃太自私了 对于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 只图自己快乐就行 尤其对谢霆锋的抨击几乎没有停止过 网友们炮轰谢霆锋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 风飞恋复合以后呢 很多人持之以别 吐槽之声比比皆是 如今七年过去了 两个人的感情依然非常的坚固 而且谢霆锋对王妃始终保持着初恋般的羞索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怎么藏都藏不住的 2021年大湾区中秋晚会上 风飞迎来了世纪同况 很多网友都期待台下的谢霆锋 看到台上的王妃唱歌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主持人在介绍王妃的时候 镜头扫到了谢霆锋 发现她故作镇定面无表情 似乎是在避嫌呢 也可以说是为了尊重舞台效果吧 就算如此 也不能够掩饰谢霆锋的兴奋 因为喜欢一个人也是是装不出来的呀 惹得网友调笑 喜欢是藏不住的 风飞恋从最开始的不被看好 到如今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时间让这一段感情越来越被认可 有人希望两个能够尽快地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让这一段恋情能够画上圆满的句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